歡迎回到武器宣言王 中國大陸的兩會定調 要靠晶片產業跟電動車 兩個產業來拚經濟 但是很顯然 美國不想給你生路 我們最近消息傳出來 荷蘭說的確他們證實要擴大加大 輸中國晶片的限制 不只是EUV DUV 都不可以賣給中國大陸 但同一時間怪囉 宣言哥 美國卻跟大陸的電池巨頭 寧德時代招手說 來來 你來給我美國設廠 莫非美國連電動車這條生路 也不想給中國大陸走嗎 我們先這樣講 DUV是台灣目前用的 5奈米以下的EUV的上一個世代 EUV是極紫外光 DUV叫做生紫外光 它專門用在成熟製程上面 原來荷蘭跟艾斯摩爾 一直反對說 你美國要制裁中國那你家的事 我沒有要參與 可是問題是一路到了今年 忽然間 艾斯摩爾跟荷蘭貿易部那邊 馬上翻轉了 不要說EUV極紫外光 現在是連DUV技術都要完全監管 完全監管意思是什麼 就是停止輸入到中國 也就是中國現在連要做成熟製程 甚至包含了28奈米左右的晶片 都有挑戰 但是荷蘭的理由是防止荷蘭產品 最終用於軍事部署或大規模的殺傷武器 對 它的理由是說希望這個DUV的製程 不要用在軍事部署或大規模殺傷武器 聽起來這個名目很正當 但實際是就是要遏制中國大陸 甚至成熟製程的這個未來生路都不給你走 那我們看一下艾斯摩爾說 現在受到這個出口管制的影響 的確要對中國市場say no 不過中國大陸自己沒有了荷蘭的支援 靠國家力量來拚半導體有沒有可能 我跟你講這世界上有少數的東西 就是只靠國家力量跟砸錢沒有用的 你可以去問艾斯摩爾 艾斯摩爾如果沒有台積電 極紫外光的機器是不會成功的 因為從最開始到後來 包含了他跟蔡司做鏡頭上的合作 包含了實際到 艾斯摩爾要派工程師實際入場 要進台積電的場 跟台積電的員工合作 雙方要彼此調教調適 台積電員工給意見 艾斯摩爾回去修正 一路從設計安裝 照成熟完整的運作 缺一不可 也就是沒有台積電 不會有艾斯摩爾的極紫外光 完整的光刻機 缺一不可 現在真正的問題是 中國就算撥款1400億美金 要補貼購買國產晶片的設備 也沒用 第一個 它沒有台積電 它有的台積電都是28奈米以上的 成熟製程 另外有一個問題 沒有光刻機的經驗 它不能從頭到尾都沒有經驗 就硬是從無到有 拼出一台光刻機 是不太可能的 包含了震動 包含用的凝膠 包含用的電子束 或是光的穩定度 全部都是過去幾十年 艾斯摩爾跟台積電 雙方攜手一路走來的 所以到了目前 這個是在上2018年的時候 他們才透過讀專利公開書 讀論文 讀報告 好不容易做了一個 90奈米晶片的光刻機 90奈米晶片 90奈米比艾斯摩爾落後20年 可是問題是從2018年到現在 5年的時間 沒有任何新的技術跟新的產品 這就代表了從無到有 真心在光刻機上面 沒辦法有突破 對 沒辦法有突破 以至於他們現在推出來的晶片 真的是拿出來一笑大方 我們這樣講 龍星3D 5000晶片 說性能接近AMD 可是實際上它是透過 一個對接的運算法 把兩個拼在一起 所以你看到數據上好像還OK 可是對岸網友直接講 這澆水年的 這本來就兩個 自己都吐槽 兩個晶片你硬是把它 bundle在一起 所以2022年的業績 全年營收大幅下跌 同比下滑32%到35% 大概1%跌掉 更重要的是在疫情期間 其實你也知道 台灣的晶片科技產業 都是往上走的 因為全世界需求上升 結果光在2022年一年之內 中國的晶片業界倒閉5700家 比前兩年 也就2020年跟2021年 總和倒閉的總數增加20% 我們是成長它是倒閉的20% 對 那這就產生一個問題了 可是上級有交代要母產萬萬金 可是那你就沒有技術啊 怎麼辦 地方政府就賢命 我有預算 我有錢 我要招商半導體 到我這邊來設廠 結果半導體廠有技術的自台身價 沒技術的空手套白狼 造成非常大的問題是 你用中央集權下令 要做一個高科技業 騙子一大堆 過去好幾家廠商 習近平下令說要做要衝 結果發現全都假的 根本都是買人家的技術 自己不會做 現在的問題是 地方政府在重蹈覆測 他們還沒有挖到別人的技術 自己人被挖走了 所以地方政府為了追求業績 變成自己彼此在挖來挖去的時候 狀況很糟糕 那更別提華為 因為在美方的封鎖之下 他在電腦展發布展示晶片的時候 全部都貼起來 你看這個畫面很尷尬 不是 他不敢秀出華為這個Logo是不是 不是 他不敢秀出華為的產品上面 是誰給我的晶片 怕害到人家 你看 全部都貼黑了 全部全部沒有 為什麼 因為依法 你在美國的運作之下 你是不能提供晶片給華為的 那這下就糟糕了 那華為的晶片 要嘛是透過複雜管道 要嘛拿到的不一定合格 所以華為這一次的發展 真的是被封得非常非常的死 我們看到華為 自從美中貿易戰以來 真的是不管是市戰或整體 全球的市戰率都掉得非常的誇張 那現在導致中國代表體 面臨前所未有的後退危機 不過現在我們看到 這兩會之後定調 一個是晶片 一個是電動車 晶片看起來前方阻礙重重 那電動車 目前觀察起來 是大陸比較未來有潛力的產業 可是對一個訊息有點怪 福特大力招手 寧德時代到美國去設廠投資 但是習近平看起來覺得 這件事情可能應該高興 還是但是要憂慮呢 我們先這樣講 電動車的部分分成兩個部分 如果你要自駕的部分 跟AI 那又跟晶片有關 第二個就是電池的部分 電池因為中國過去到現在 掌握了稀土產業 所以它的電池技術跟所有的原料 都遠比Tesla能夠取得的要多 也比日本企業很多 要來得多的時候 寧德時代一直在電池上面發展 表現非常非常好 甚至它最新的產品 它整個全球的動力電池 這個佔比已經達到37% 也就是超過三分之一是全球第一 那後面的是LG跟這個BYD 還有Panasonic 那這樣子聽起來是好消息對不對 甚至它最新的產品 幾乎已經可以達到1000公里的 續航力 誰先用了寧德時代產品 誰就續航1000公里 這個多誘人啊 可是有一個問題 習近平因為過去 被這些晶片商騙得多了 他直接講兩個東西 第一個請確保 他能夠持續擁有技術優勢 第二個你當了老大 你不要變成像華為一樣 華為過去也是老大 華為算四機 一拿到第一之後 美方一警覺就全部封鎖 所以習近平直接講 你不要孤軍深入 到時候全軍覆沒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麒麟電池 已經是2022年最佳發明 這是時代雜誌寫的 他不但體積利用高 能量密度高 而且還比特斯達跟比亞迪 都要來得表現好的時候 對 全世界都想要對不對 福特跟寧德時代 簽了一個協議 要在密西根設立電池工廠 對 我們知道美國最近為了推薦 所有的電動車產業 肯定在美國製造 是大力的吸引很多的供應商 到美國去設廠 這一次遭手的是寧德時代 寧德時代是全世界第一大電池廠 中國大陸會不會有一點點擔憂 美國這邊想的又是什麼樣的心態 美國這邊想的 其實就跟我們之前講的一樣 晶片有很多在地的終端廠商 也跟著要搬走 為什麼 因為他想要整個供應鏈跳出中國 對 那福特想要跟寧德時代合作的原因 是因為福特在電動車上面 一直很落後 所以他索性找寧德時代 一起來合作 有了電池 其他東西都是小事 那問題就是 這個合約中方同不同意 目前我們知道這個合約 是工廠有百分之百的股權 都是福特 福特掌握所有的股權 寧德時代一毛錢都沒有 而且寧德時代要提供 電池製造的核心技術給你做 我怎麼做出麒麟電池 裡面的專利有哪些 這下子如果真的 福特可以翻身的話 寧德時代就有風險了 為什麼 因為福特的電動車 在美國的市占率只有7.6% 特斯拉是65% 對 特斯拉是它的8倍以上 甚至到9倍了 可是淨利潤 福特是大虧損 所以他一定要簽到這個合約 要把成分降低 對 拜登是說 這樣子如果他要簽的話 我們就要拿核心技術 可是我們剛剛講 習近平不是已經說了嗎 如果你孤軍深入 最後被人家抄底全軍覆沒的話 看起來有這樣的味道 孤軍深入而且都沒股權 還要把我的技術全部都給你學 對 所以寧德時代這一波 我們接下來看的是 拜登是不是要養套殺 而拜登真的要養套殺 有一個問題 習近平會同意嗎 他會同意讓寧德時代 把整個技術輸出嗎 所以現在這一個交易 還懸在未定之天 因為習近平的這個中國政府 決心要嚴格審查整個授權 最後同意了 才能讓他們在密西根中設場 在密西根中的確認 BND BND